然後有人就說 這年代業配比醫生好賺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的一個迷思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人哥 歡迎回到蔡人哥回復酸民的系列啦 那老實說這系列知識含量的不高 但大家就是愛看 今天要回復哪一個酸民呢 又是在PTT的八卦版 20秒廣告時間 五星節快到了 還不知道要送媽媽或是另一棒 什麼樣的禮物嗎 沒關係 藥師健身活都想到了 健身活隆重推出 媽媽寶劍禮盒 從現在到5月11號 這三款寶劍禮盒 都是限時八二者 再搭配上我的折扣碼 BluePick還有九折優惠 打車打到手骨折啊同學 趕快買起來 照顧媽媽或另一半的身體健康吧 這八卦版就跟大家講 這個是很多酸民 一些Hater人的聚集地 所以裡面就會看到 非常精彩的文章 這篇就說 昌陽哥是媽寶嗎 他說昌陽哥買了一台新的奧迪A3 什麼不選 選奧迪 他是媽寶嗎 以後會不會被拆房間 對 如果你沒有了解這附近的一些時事 你可能看不懂他這篇在想什麼 就會也很遺憾發生這種事這樣子 那反正就是跟他牽扯 他有點關係 因為Josh他本身也是去買了奧迪 好像是Q2的中古車吧 那就是因為跟家暴事件 連結在一起 現在大家想到奧迪 就會想到媽寶之類的 那我們來看網友回覆什麼 總之這一部影片 我是在開箱我的奧迪A3 那這一部車也已經買了 大概一年左右了 那當初也是用了大概三分之一車代的錢 慢慢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終於付到可能今年年中 我這一台車的債可以還清 對因為 反正大家對詳情有興趣 可以去看哪一部影片 那這部真的不是業配 如果台灣奧迪真的需要業配 好綠哥好不好 登 那下面網友回覆什麼呢 他說 他的身價應該要開盾牌吧 呃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這個醫生的薪水真的是 嘖嘖嘖 他的身價特斯拉都可以開吧 特斯拉你要看哪一型 一奧迪A3 去比特斯拉 大概也只能考慮Model 3吧 而且Model 3其實又貴了一個 等級這樣子 那我那個時候認真 其實有考慮過Model 3 但是第一個是因為 真的是太貴了 因為我A3那個時候 100出頭腕已經是捏上去的 所以Model 1就真的是沒辦法 第二是考慮充電裝的問題 因為大家也看過我上一部 就回覆酸民的影片嘛 這個北漂有止 在台北又沒有房 只能租一個鳥籠 那以一個特斯拉的車主來講 如果沒有自己一個車位 有充電裝 其實相當的不方便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 認真是有研究過特斯拉 但是因為種種外在客觀環境 簡單說沒錢沒有地 所以就沒有買特斯拉這樣子 然後有人就說 隔增高端 高端推廣大使有沒有 對反正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我在八卦版就一直被算 是高端知識人士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第三季也是打高端 我就覺得他沒有什麼副作用 那目前這個國外的三期期中 試驗也通過了 我們就一直看到他 一直往好的方向邁進 但是酸的人還是繼續酸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所以沒關係 我們繼續跳過 有人就說 通常能當醫生的人 都會比工程師有組件 沒有啦沒有啦 我跟大家講真的沒有 因為我覺得 台灣會念醫學系的人 一半以上吧 大部分也是 可能是因為家長有這樣子期待 家長有這樣子期待 多多少少會跟子女說 當醫生不錯啊 當醫生棒啊 受人尊重啊 錢很多啊 結果進到醫療體系之後才發現 當醫生不怎麼好 錢也沒有想像中多 不尊重醫療 不尊重專業的人很多嘛 對啊 現在跟工程師大環境比起來 大家也知道 那個新冠疫情過後 晶片需求大增 那工程師的一個開缺也大增 那個電子產業相關的公司 因為非常缺人嘛 就要開高薪的缺 然後從船廠 從什麼地方去挖人 然後大家也看到 工程師風紅多多又多多 薪水多高又多高 老實說我們這個醫生 真的是看到工程師的薪水 真的是羨慕死 對我們現在去看那些 工程師的平均的一個薪水 基本上就屌打住院醫師 甚至可以幹掉組織醫師 所以我覺得 至少以目前 近兩三年的環境 工程師我覺得 完全不比醫生差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當醫生 也是蠻多人沒有組件 而且現在的環境 看起來長期癒後 我覺得醫生 不一定會比工程師好 這個真的是客觀的分析 大家可以去比比看 開歐洲車沒啥問題 我的奧迪A3開到目前為止是 再講一次 奧迪需要業配可以招 總之開到目前為止 是真的覺得還不錯 沒有遇到什麼大問題 那當然奧迪A3 它是三缸的引擎 然後它是這個 大家比較詬病的 DSG的一個變速箱 但DSG變速箱 聽說近幾年 這個一些更改革新 也讓它比較不容易壞掉了 總之我們就拭目以待 如果有一天我的車 DSG壞掉 我一定會拍出影片給大家看好不好 然後有人就說 他身教還要捏喔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當醫生 我還要用車帶去買車 當然需要 對就跟你說 那個時候我真的是捏下去 然後用了三分之一的車帶 我才有辦法買這台車 然後我到目前為止 都還在還車帶種這樣子 然後有人說這是葉佩文 可能是奧迪的葉佩文 奧迪要葉佩可以找我 然後有人就說 在三峽診所看診了 最大原因還是去三峽診所 不買車難道要騎車嗎 欸我覺得這個人厲害 這應該是鐵粉 對因為我當時會去買車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對我要去三峽看診 因為我就從台大醫院畢業 然後去三峽 那我是住在新北比較靠台北市中心 所以去三峽一定要通勤 那大家也知道三峽沒有捷運 所以如果你要通勤 基本上汽車是最方便的 所以這是主要原因 那再來是你那個時候遇到COVID 那COVID大家又不敢搭乘 大眾運輸工區還是怎麼樣 綜合考量之後 我就那個時候去買車 而且我覺得那個時候買車的時間點還不錯 因為我是去年 就是2020年 我大概四月的時候訂的 我五月就拿到車 剛好就其實就是那一台展示車 那一台展示車就被我買走 因為那時候新一款的奧迪A3 剛好進到台灣 然後進到台灣那一台展示車 嘟嘟嘟嘟嘟 然後就錄到 我是在那個 濱江的那邊 奧迪就看 親眼看著這個展示車 然後就 然後就放在他的一樓大廳 然後看一看很喜歡 所以那一台展示車就是我的 所以基本上我從下訂到我拿到車 大概就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那個禮拜的時間 我的展示車放在那邊 就給大家觀摩 就會參觀 但那個時候門就鎖起來 大家就進不去 不過我覺得這樣也好啦 我知道有些人會在意這件事情 但我個人是完全不在意 反正我就覺得 我的車放在那邊 被大家觀賞一個禮拜 我就把它開走 這感覺還蠻有趣的 所以主要就是因為這兩個原因 那個時候才決定買車 有人就說 一個禮拜看診三天 年薪屌打 這邊沒有啦 沒有那麼誇張 大家也知道PTT八卦版或票版 每一個人都年薪千萬 怎麼可能是我們這種 看診三天的小醫師 可以比的過的呢 然後有人就說 HiHi 對希望不要被Hi掉 對 Joshi就是真的不要Hi掉自己 Joshi我也有看你的頻道 希望你的頻道能夠再創高峰 有人說 台灣買奧迪 不如買賓士 喔 有人就說 超人哥 為什麼你買奧迪 那不考慮這個BMW 或是賓士 因為通常 大時候1A2B 就通常你會把它看成同等級的車 那個時候老實說 其實賓士跟BMW的同車款 我有比較過 那以奧迪A3來講 賓士就是A180系列 然後BMW就是E18i系列 我記得是這樣子 但那個時候比起來 那個時候 現在不知道 我那時候 2021年那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像賓士 就我自己覺得這個品牌 就真的蠻尊絕不凡的 然後它的價格 定價比較高 而且很多主動安全配備 你也要再選購 所以選完它的那個價格 也是比奧迪A3 再高一個檔次 然後BMW那個時候也一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 這三個選 我真的就是選最便宜的 我必須跟他三人承認 就是賓士買不起 BMW買不起 所以就買奧迪A3 而且還用了三分級的車帶這樣子 最頂的塔綠般 綠格 綠光照頂有沒有 硬要說自己是藍格 我就跟你講了 反正八卦版 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塔綠格 塔綠格 塔綠格 就是見怪不怪 講高端 就是塔綠格 就對了 然後有人說 印象中他應該是78 還是79 9年次 不好意思 小弟我80年次的 沒有那麼老 八字頭 我那麼年輕 在外我就自稱 我是八字頭的年輕人 好不好 然後有人就說 這樣以正常修業來說 當主治算正常嗎 差不多 差不多 反正我就是 住院醫師三年 兒科專科考到 我就出來了 那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如果你想要留在醫院 繼續去訓練一些 比較特別的器官系統 例如說心臟 腸胃 那你就可以留在醫院 那你那個訓練時間 就會拉更長 就會更晚成為主治 這樣子 然後我是整個兒科訓練完 拿到兒科專科 我就當主治了 所以我覺得時間點上 是跟其他的醫生 應該是差不了太多 然後有人就說 這年代業配比醫生好轉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的一個迷思 就是很多人都說 什麼醫生好轉 或業配好轉 業配比醫生好轉 大家看我這樣子發展 你應該就知道 其實兩邊有利有弊 我講的兩邊 就是一個是醫療專業 在看診的部分 那另外一邊 就是在經營社群媒體 這一部分 其實兩邊我覺得 各有它的好處 也各有它的缺點 你說醫生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穩定 那你說網路社群的經營 它就是大起大落 當你聲量高的時候 或許你業配的價格就會高 然後你也會覺得 受到很多關注 你有時候聲量低 就沒有廠商來找你 它會變成一個 不穩定的收入來源 所以我覺得兩邊 都有好壞 沒有說哪一邊 刁打哪一邊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 兩邊都要經營的原因 這樣子 然後有人就說 想跟他結婚 謝謝謝謝 但目前今天有對象的 有對象 然後有人說這個 以他的條件 買A3很省了 然後下一個人馬上打臉 他說剛上主制 買奧迪偏高吧 你們兩個人 要不要去打一架 然後再來發個言 反正就覺得很好笑 看這些東西 都覺得很舒壓 很有趣 那就以我的觀點 跟大家分享 我對這些酸民的回復 好 又是一部 那如果你喜歡 這一類的系列 歡迎你到PTT八卦版 對發一些影戰文 發一些討論我的文 我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 可以拍成這一系列的影片 我覺得經營網路就是這樣子 常常會遇到一些 就是負面的一些批評 或負面的評論 但我的想法是 其實被討論是好事 不管是正向的 還是負向的 其實我覺得被討論 代表你這個人 至少還是活躍於在檯面上 某個程度來講 這個都是一個好的指標 好的 那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訂閱我的Podcast 也支持 鑰師鍵 生活保健食品 除以Jocoma Blue Peak 九折優惠 可以支持昌昌哥的周編 像這個哈姆立克法 就很好看喔 好的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